来 接下来要上场的 今年早早的就跟我们说 让我们准备两个冠军奖杯 掌声有请肉食动物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来讲漫才了 慌慌 我们已经讲过白雪公主和灰姑娘了 是的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演的都是女生啊 还不是因为你想演啊 没有 没有 我其实挺想演一个男性角色 那你挑一个 水舞传 好呀 白雪公主倒拔吹羊柳 鲁志深 白雪公主倒拔鲁志深 你就是想让我演白雪公主吧 水浮传你看没看过 我只看过武松打虎 那就演武松打虎 好吧 水浮传第23回 锦阳港武松打虎 哎 终于认真起来了 这一日武松要回阳谷县 宋江百下健行业 事业引致三斤 贤弟 哥哥 五个六 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游戏吧 贤弟 哥哥 要走了 再打一圈吧 107杯啊 喝不了那么多好吗 哥哥 天色不早了 我们早点歇息吧 走开啊 谁要跟你一起休息啊 哥哥 天色不早了 告辞 了不 哥哥没什么送你的 慢走不送呀 你多多少少送点东西 哥哥没什么送你的 送你个毛线吧 你送我个毛线 有毛线用啊 哎 一定会有用的 告辞了哥哥 武松别过宋江 出门做了核酸 那时候没核酸 不几日来到阳谷县地界 但见前方有酒家 酒期上写五个大字 快吃润滑油 酒家还接广告吗 不断创新 让引擎持久年轻 适用于各种车型的 到达二能源 快吃润滑油 提醒你 大虎不规范 亲人两行累 他真有个广告啊 不是 人家上面写的是 三晚不过岗 武松来到店内 换来小二 小二 可快 上好酒 健康嘛 都说了没那玩意儿好吧 上酒 可快 你的血腥马力啊 那时候好像没有这种酒吧 啊 笑得糊涂 客官 您的血腥攀禽点呀 它是人名的问题吗 就一碗普通的白酒 客官 您的酒啊 努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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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 客官 您的18万 你是个酒托吧你 告辞了 刘布啊 前方紧张港闹了猛兽啊 还有我武松打不过的猛兽吗 哥斯拉呀 这个确实是打不过好吧 前面人说猛虎 前方紧张港闹了猛虎呀 身长七尺 脊肉三百 一脸鬃毛 肥头大 说的就是我吧 结证 武松别过店家 摇摇光光地前往紧阳港 摇摇晃晃 别咬我 念书 武松摇摇晃晃地前往紧阳港 一阵收纷 跳出一只掉进白鹅门虎 武松瑟瑟发抖 门虎大好一声 不可以瑟瑟 你表情帮用多了吧 发抖 叶叔不要大喘气好吗 武松抽出哨棒 门虎掏出手枪 这个差距太大了好吗 门虎扑僵过来 武松架住门虎 跳起了舞 没必要跳舞 打虎 一人一虎 僵持不下 武松渐渐力不从心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武松丢出毛线 引开大猫 我大哥送的毛线 是真管用啊 武松趁其不备 跳跃在老虎身上 老虎被做死了 他没那么脆弱 好吧 武松摁住虎头 开始 都什么时候了 没这个必要了好吗 武松三拳打死门虎 筋疲力尽的武松 觉得一块大青石 沉沉睡去 自此以后 武松打呼 传为一段家话 够了呀 谢谢大家 谢谢肉食动物3 2 1 请锁票 因为这一段呢 我在过去这一年 已经看过好多遍了 我就不聊了 你们第一次看的朋友 可以聊聊感受 松文哥哥 我很喜欢肉食动物 然后我还挺期待的 但我觉得今天 可能没我平时 看到你们的好笑 所以我没有拍灯 理解理解 谢谢 对 但是我觉得 现场效果还是挺好的 喘一会吧 对 今天换换表演最多了 今天又有跳舞 今天这一段呢 其实是他俩的 动物凶猛专场 道二的活 其实就是很结实的活 压手 肉食这个 咱们的约定还是得有 然后你们咱们一块 写那些好玩的歌 好大 太好了 快吧 没问题 我赶紧抓紧 练一练五音啥的 对对对 当幕就是 他完全没有那个音乐感 没事 咱们可以修 是吧 那可太好了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于 就是这种特别神奇的想法 其实喝在音乐里头 都有好多发展的方式 其实都可以一块玩 刘二世以前看过曼财吗 我看过 但是这个 虎松打虎没看过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他有点像两个人在说相声 就是这个今天跟过去之间的关系 包括这个人物关系的背反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谢谢 谢谢老师 你们俩自己感觉怎么样 演过这么多遍了 其实 其实上海上有点当 因为刚才我们后面 我见过从那边走 然后刚好我们在后台 然后抱了一下 抱了一下就觉得整个人有点 其实上一次演这段 就是跟建国一起演的 对 同场 还是喜剧同时又是比赛 没办法 是啊 所以呢 现在是三当六票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 第七位 也是倒数第二位 晋级半决赛的演员 是谁 大家都很危险 只要谁是发挥的稍微不好一些 就危险 我觉得小佳讲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觉得小佳的投票不会特别的低 宿石表演完 其实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很纠结 我寄希望我两个好哥哥可能 恭喜肉食动物一百六十一票 升上天花板 就是肉食动物 我觉得它开创了另外一个方向 它老是拿一些历史上的故事 它重新的话呢就是解构了 加入好多现代的元素 这个方向也非常好 包括他今天说的这个武松打火 说的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算是正常发挥吧 差不多 我其实当时给自己预估大概是在一百六十五票左右 终于来到半决赛了 离最初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加油 希望他进决赛 两哥哥表现肯定是稳 因为他们讲的是最娴熟的一段 最真实的一段 表演上 闲街上 技巧都是到纯属了 这次是为什么选择武松打火的故事呢 因为公主穿裙子打火不方便 没有这样的事 你好好说 我们这次的表演主题明确 内容充实 引人入室 把武松人生高光闪亮时刻 演绎的波澜壮阔 气势磅礴 行了 行了 说的有点过分了 谁给你的自信啊 我们得拉低观众的预期 还有疗传比赛呢 当然是我的一打呀 一打无糖口腔糖 两力起胶 自信又有范儿 肯定没问题 你这一打比十八万九还上头啊 我选 可以可以 摇摇晃晃 摇晃晃 摇晃晃 摇晃晃我要 慌不慌